台中市有不少的大型路口 红灯秒数破百秒 尤其位在台湾大道二段工技路 明泉路上的五叉路口 红绿灯秒数长达了162秒 烈日下过红灯度秒如年 交通局考量气候炎热 评估调整大型路口的离风时段 来减少红灯秒数 停下红绿灯抬头一看 秒数从99秒开始倒数 甚至有骑士直接熄火 等到天荒地牢 可以收短一点 因为这个路口太多了 没办法收很多了 太阳大的话会觉得有点久 有条件的话会比较好 台中市的主要干道 在尖峰的时段 主要为了有效能够疏解车流 所以我们在耗制的实质上 大概是180秒或是150秒 或是120秒为规划的原则 那在离风的时候 就会依照实际的需求 去调降它的减少周期秒数 台中市经常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 整座城市宛如一座大烤炉 过个红灯动秒如年 尤其是位在台湾大道二段 公益路明泉路上的超大五叉路口 红绿灯秒数长达162秒 就怕骑士跟行人还没等到绿灯 就先中暑 以往为了疏解车流 主要干到在交通尖峰时段 耗制周期以180 150或120秒为规划原则 交通局考量下季气候炎热 评估在离风时段调降红的秒数 另外就是考量在夏季的气候比较炎热 那交通局这边会持续针对 禅周期的耗制路口 包括它的路口车流量 几何特性 以及行人的通行的需求 那持续评估是不是能够降低周期 前少红灯秒数不仅要观察车流特性 行人穿越需求 道路几何特性 以及干到连锁等 要两全其美还得甚甚评估